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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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來到華慾講堂 請大家起立向九點元女和女祖先詩敬來 另外向郭師傅敬來 大家好 提提大家請將你們的手提電話 或者電子熱器交回正音 另外我們這裡不可以錄音拍照拍片 今天我們有另一位中師姐 會和我們做個分享 有請中師姐 晚上好大家 我叫做Pauline 我的導號叫做玄月子 師傅封給我 我也很開心 在我開始之前想介紹一下 就是今天我們的主題 大家都看到一個地球和一個飛機 最主要來說 我們是說一些相關的旅行風水 比較有趣一點 我想香港人很多人都很喜歡去旅行 包括我自己在內 加上我工作的關係 很多時候都需要去出旅行 所以導致來說 很多時候我會看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現在想著在這裡學了風水之餘 師傅叫我們這麼多的做法 分享這麼多年的心得 我們很開心來到這裡學風水之餘 也很難得有一個機會讓我學到漁識度 讓我接觸得到 除了學風水之餘 原來還有很多驚喜 我希望你來住這個區會 分享這個風水之餘 也有一點點人生的哲理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覺得做人就好像一個旅行站 好像去旅行 無論哪一個都需要離開這個世界 我們就當這個旅程當一個旅行 大家有沒有在座人喜歡拍照? 知不知道攝影嗎? 很多人看頭的 很多專家 其實攝影很多時候 大家對於鏡頭比較敏感 對於焦距 很多時候你們都會知道 在哪個時刻是捕捉最漂亮的鏡頭 對於我們在玄學風水來說 我們都有一些類似的 叫做長眼法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有些人先聽過 長是代表善長 你的專長的意思 眼是代表你的眼力 你的眼睛 另外法就是講一些方法 法門 我們三個合起來 我們很多時候叫做長眼法 簡單來說 長眼法是風水裡專門以地理的形式 令你一些陰窄或者陽窄的吉空 不需要用到螺間去判斷一些氣場 或者方位去量度一些方向 很多時候我們大家 師傅也說過 很多時候我們沒有理由 周時都拿到螺間去判斷 這些就是憑大家的經驗 如果我們除了剛才的長眼法 我們還有一些好的體力 還有好像老鷹的眼睛 還有一個嘴巴 嘴巴就是厚德的嘴巴 透過這些不斷的學習 知識不斷去行山 從中尋找這個真理 其實大家都很幸運 十月份你們終於可以行山了 當時可以應用師傅這個圖片 心靈神會 天人感應由此開始 希望大家當日去到之後 嘗試感受一下 Price很記得 他帶了一個避憶 當時他分享的時候 就說 在後天八卦裡面 當你不知道這個24天星 武羅間的時候 那你就要看那個單位的座標 或者是立法點 你們大概都知道那個吉空 記得他給予一個很好的籃球場嗎 分開兩隊 大家也很方便 大家也很方便 所以大家譬如 假設你真的坐在一個座標 如果是看到一個對 近 知道是什麼嗎 對 沒錯 大致上我們都會有這個概念 這個相片就是很多年前 N年前我第一次去西安 在兵馬用 多少年前 2003年11月 當年我第一次 我只是抱了什麼心態呢 遊客的心態 打卡的心態 不過我去到第二次 是十五年後 2018年12月 也是我第一次 在華耀港堂接觸玄學風水 我記得當年我去了之後 我回來也有跟師傅分享一下 可能師傅記得一下 我去到那時的感覺 跟我十五年前 是完全兩回事 不是說我有特別的感應 我絕對沒有 我沒有一些師傅師姐 說我來到這裏 好友善 我感覺到那個心是震 我是沒有 但是我會是很警察 看看周邊的環境 我會看一些山山水水 但是當年我當時不懂 我仍然是一個錯覺 但是我已經覺得我自己 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刻意去這裏 我相信大家 去到中班 你們現在相信 如果之前是沒有學過風水的話 都可能有我同樣的感覺 好了 這就是因為關乎我工作的問題 因為我公司很多時候 定期會安排我們 會去一些外國地方 去參加一些商場 看看別人的Tandamix 設計 所以導致我有個職業病 去到哪裏 無論我自己去旅行 或者公司派都好 我都會去商場 去參觀一下 取下經 我很開心 到現在這一刻 我除了看商場之外 原來我對於中華文化 我都開始很有興趣 我也都很開心 去年我以為工作的關係 我第一次去到黃學樓 我也記得我當天去到黃學樓 那天的早上 我心情已經是很淡的不安 很緊張 很緊張 沿途坐車進去的時候 我到處看 很興奮的心情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但是我不是說 好像醫師說 我會感覺到有些 是沒有的 但是我感覺到 我是很沸騰的心情 那我上個月呢 也都是自己去了新會 刻意去拜訪這個女祖母 那當天我去呢 天氣很差的 下了大雨 那我其實掙扎了很久 我想不行 我答應了 我還是要去 但是呢 很有趣 去到 趁那張照片 是很浩天 當我搭回乘車 又下了大雨 很感恩 很開心 那這個是我 這麼多年一個小小的轉段 那 那除了之外呢 就是 大家有沒有去過澳門 賭場各個都有 大家是熟熟的 何鴻山博士 很多時候有很多名句 你不會去賭場賭 還有,不怕你而已,不怕你愛,就是最怕你不來 因為工作關係,五月份我就去了澳門 以前我去澳門,其實我不是賭的 不過我是很八卦的人,周圍看的 我完全沒什麼感覺 但這次我去,我有一點點的看法 我發覺原來賭場的設計很有趣 大家有沒有留意,很多時候都是圓形的設計 還有,你有留意它的燈光嗎? 其實在賭場的設計上面,為什麼要有圓形呢? 或者它的環境最主要就是一個目的 想你留下,是不是? 安全感,如說圓形,它沒可能做一張三角形的桌子 甚至一個零形的桌子 圓形,周時給人感覺就是和諧一點,harmonie一點 讓你留久一點 另外,最重要是迷路 令你癡癡迷迷迷,留多一點時間在這裡,玩多一點 還有空間,當你玩完這張桌子 走到旁邊就繼續玩 這個設計上都會挺特別的 環境剛才我講過,它的燈光是否很昏暗 是否很和諧,很harmonie 你不會願意,很空殘殘 這個就是他們的策略 一切都是說心理的影響 最終贏家是誰? 是呀,大家都知道 但是說之餘,我也有一樣東西想分享 就是我曾經聽過 如果你在賭場,不需要用到指南針 能夠分辨到東南西北 你那天就會贏大錢 如果大家有機會,就試一下告訴我 我不賭場,我沒有機會 大家試一下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我聽過這個說法 說了這麼久,我也很想介紹旅行 我很想介紹一個很神秘的城市給大家 這個地方從飛翁望是一個八卦 亦是一個情形,一個圓形 佈局好像是迷宮,不是賭場 放心,雖然是迷宮,不是賭場 他就在新疆,大家有沒有聽過 伊利達克思源 剛才可能已經沒有留意 其實我們已經過了一點,不要緊 現在在現世上,分為最大的八卦式 他是以中心的八卦文化為太極,陰陽兩義 以相同的距離角度向外伸出八條主街 每條街大約1.2千米 並且每隔360米就有一個路環 不知道大家知道什麼叫路環嗎? 很多時候,一個路環 沒錯,很厲害 形成一環有八條街,兩環有十六條街 三環有三十六條街,四環有六十條街 一共有四環,路路相通,街街相連 是不是很有趣? 街道還要按八卦的方向,充分地反映 逆經的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卦 大家有沒有生動的? 在哪裡? 三陰的佈局更厲害 他要在風水中的四卦 就是青龍、白虎、智雀、羽武相扶 雙全在南宋,傳真七子邱處居 邀請了成吉思巷去西游 來到這個特克斯河流 因為山村的地勢打動 勾滑了這個八卦石的初元 也有人說,在這裡永遠你都不會迷路的 去到哪裡都可以去到你的目的 另一個方向就是,很容易迷路的 兩種說法都是對的 等於一個理論,半杯水 大家有沒有聽過?知道 說了這麼久,大家想不想看圖片? 好,相當靚 尤其是如果在上面鼓陷下來更加靚 夜晚的夜景更加靚 連他們的摩天輪也是用這個八卦去設計 是否很有特色? 另一個特點,它的奇景 就是在全中國裡面 現在唯獨是一個沒有紅綠燈的城市 是否很有趣? 其實當初開開的時候是有的 到1996年,一些專家就廢除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過往的歷史告訴他們 他們是沒有大塞車的 所以他們覺得 與其這樣不如我們取消了紅綠燈 直到今時今日,仍然都是沒有紅綠燈 所以你們有機會是否直接進去? 是嗎? 好了,說了這麼久 不如我給大家看一些片段 好嗎? 比較深重一點 好過只是聽我說 先說吧 世界上這個城市在八卦 就是新疆打克斯 由於年齡學上來的打克斯縣 它會用八卦造型規劃的城市 由天空苦難 它會爭取到八卦的形象 全說,八卦成為全真摯子之一 都要處機的手臂 但是據考證 達克斯是24個上半月 甚至在照周圍裡 八卦分離設計的城市 來到達克斯 路上都找到八卦中門 八條街為了中心太極堂 向外奉舍 用卦名 全、雷、雷、震、信、韓、靜、坤 對應八個方位 對於雷、雷、雷的向外 好像走入陰陽街的八卦陣 八卦成功 早知獨特正經方 好像五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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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等 大家可以考慮嗎? 會嗎? 會嗎? 叫師傅組團 哈哈哈哈 哈哈 好了 接著我們就說了這麼久 大家都在說旅行風水 對吧? 其實旅行風水簡單一點就是一個環境的科學 俗語也有說過水運 或者是過水轉運 或者是出國轉運 很多時候大家去旅行都希望轉一轉運 離開完有的池場 幫助自己轉化一些運氣 如果當時運氣不好 出門就走 可能希望不好的東西就帶走 好的東西就帶回來 有時候大家做事 都會遇到一些工作上不愉快的東西 又或者是一些中頂位 經常都可能會因為 只是不過自己執著自己的思想模式 或者轉了一個牛角尖 走不出自己的框框裏面 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是遠離一下 大家都有聽過 心情不好 媽媽不如去旅行 大家很多都在說話 希望春夏變 好了 不是每個人都說 可以去旅行就去旅行 可能還在山頂光 我們除了這個 我們還可以怎樣轉運 其實你可以嘗試搭着一些乾旺的顏色 或者是帶一些你們幸運的飾物 希望自己可以轉到魂 那有件合適 我們華裔講堂就安排了一個課程 就是這個7月31號 水晶課程 那就記得大家 不去旅行 先報了名書 很快 這個月就是了 到時呢 聽一下有沒有東西可以幫到大家 轉一下魂 不是一定要去旅行的 是不是 好了 那究竟 我們去旅行 究竟怎樣可以幫助我們 帶一些喜運的呢 大家想不想知道 是嗎 OK 好了 大家都知道自己何時出生的 幾個月份 假設我們今天是7月10號 那應該是甚麼 金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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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 血水 是吧 那究竟我們可以去哪裏呢 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這條書 你們可以上網 看看你們是熟甚麼 很簡單 你的年月日 我們就計算到你們自己 大家知道嗎 知道嗎 那你可以看到一個參考 是不是 好了 我們準備去旅行 非常興奮 對不對 見到飛機就更加開心 心情已經不同了 自己又扮得漂亮一漂亮 戴著個漂亮一點 準備準備出發了 是不是 是不是很可愛 是啊 好了 但是無奈 世事的東西 不是那麼絕對的 去到酒店 大家有沒有試過安排沒有房子 又 怎算 還是黑漆漆 無所謂 嗯 喜歡你 我自己其實很多時候 不知道為甚麼 安排美房 當然 有些人一定很不開心 是不是 好了 安排美房之餘 但有時候不是說你要轉就轉 就轉 全都要怎麼辦 好了 入房子 有個箭頭 大家有沒有見過 有沒有見過 天花板 是不是 其實是否一些暗示 那裏有了錢 你們可以來打劫那個方向 其實來說 因為我本身是讀回教學校的 所以對於我來說 一點都不奇怪 其實他就是告訴一些 牧師林聽 究竟他們的朝拜的方向 在哪裏 所以大家將來有機會 去到一些酒店 看到這些 在天花板 不需要擔心 只不過告訴他們 他們最少一天三次 最多五次 是很普通的 但是不知為何 這次我剛才到頭上回來 他放了一個櫃桶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個人 很害怕 上一手 就放了一張紙 就放在那個櫃桶上 我都發覺的 我去到酒店那些 包括櫃桶 周圍看看 到期 去到酒店 大家經常看到什麽 成經 為什麽 被人看 還有 抖著他 大家很多時候都是這樣想的 因為你們好奇 我很幸運 其實我本身認識很多旅遊業的朋友 不知為什麽 我認識了一個泰國人 他本身是開酒店 家族也是開酒店的 歐洲五十年了 我就WhatsApp問他 你酒店到底有沒有擺酒 為什麽要擺聖經 我就在那邊問他有沒有擺 他說有 我為什麽要擺 是免費的 因為泰國 大家都知道 他是佛教的學家 他說如果有人給佛經他 他也會給他 所以大家其實不需要擔心 放一本聖經來講 只不過是免費 放在那裡 我也聽到 如果放聖經那間酒店 肯定有東西 那裡來有這麽多東西 我經常自己出門 touch with 我也未遇過 所以大家不要多想 不用怕 我已經求證了 這個可以代表 酒店的表表者 因為他三代都是開酒店的 所以來說 只不過純粹一個字 就是免費 他們很有趣的習慣 就是免費 他就會給你 看到了 我們住酒店 有時候很多時候 都會來得到這麽厲害 剛才我說過 我們就說 住美房 不好 其實最主要是大家拿著一件大件行李 出出入入 不方便 沒有其他 我自己很多時候 不知為什麽 安排著美房 我不太介意 好了 到房 很多時候你們是不是欺負門雜販 有 其實我也有 但我自己也不知道 習俗上是要做 這樣也要做 只不過其實真正的原因 就是把職員派錯鎖匙 又或者自己入錯房 但我覺得在安心上 我們像中國人 敲敲他 就說我進來了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擔心 另外 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說 可以跟我搶廁 為什麼 沒錯 正面的想法 常常看有沒有壞 如果有的人 就去檢查 檢查 那時間 告訴他們 床頭的車客 千萬是怎樣 沒理會 證明你們不發掘 很好很好 不錯不錯 不是說 不是說 很多人被人坐下床 如果你們的鞋子 千萬不要響著你的床 就免得 你媽媽有人入睡 穿了你的鞋子 其實就不是 只會溫暖頭 你方便自己下床 另外就是住房 大家可能有時候 未必 這麼巧 有人和你一起去旅行 或者你出門 好像我 很多時候出差都是自己的房 隔壁的床 隔壁的床是怎樣的 很多時候 人們就說 你要放些東西在 那些人不要在那裡躺 其實是不需要的 我的習慣就是 我明天要穿衣服 我就放在旁邊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大家不要想這麼多 不要看太多的東西 好了 講完這麼多旅行的東西 我們就講一講話題 講個孝節 因為你記得 不知道你叫美德 Manchi師姐 有講過善字 今天其實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孝節 一個孝節來講 我覺得很有意義 從中我分享一個小秘密給大家 其實我三個月拍拖 就結婚 當時我奶奶就說 我未見過一個媳婦 我家人說 我未聽過你拍拖 是不是很驚訝 只有一個字 因為我先生告訴我 他由他十八歲出來工作 就開始和他媽媽慶祝生日 我覺得這個人 雖然也有個好人 我就三個月後 我就嫁給他 今年他就大約二十九年結婚了 所以孝節是不是很重要 好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他會很厲害 幸好你們不是說我 今天我跟他分享這個故事 就是十八年前 他當時十八年前 剛剛就快生了 他有時電台或訪問 都問他 你以為你女兒將來會怎樣 他講了一句很有意義的說話 直到今天我仍然忘記 就是當他老了 我的女兒來探我 是因為掛著我 不是因為責任來探我 是不是他的心裡 十八年 我仍然忘記這句說話 我找不到他的女兒 十八歲的樣子 我找到他去年十七歲出道那個樣子 你覺得孝是很厲害的 我希望大家也是探望你爸爸媽媽 是因為掛著他 不是一個責任 分別很大 是不是 那見到你爸爸媽媽小時候 拖著你們 是不是 我們中國人很有趣 是很內斂的 你們有沒有精神好 你爸爸媽媽 沒有 但要改變 有些有就非常好 非常好 要學習 從今天開始 多些為一個擁抱 其實呢 愛是要表現出來的 不要太內斂 尤其是對家人 對爸爸媽媽 多些擁抱 改變一下 可能我家是最小的 我是很認識的 那我就很多時候抱著我爸爸 抱著我媽媽 抱著我爸爸 抱著我爸爸 我世之大 我也是這樣 直到今天我也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他們會擁抱你 不要搞得這麼小的 但其實他很甜 所以大家嘗試一下 改變一下 好了 去到這裡 大家會不會有些很驚訝 所以我們坐教很多時候會站在那裡 做很多事情 因為我們有感恩之心 都很重要的 因為師父是用新教去教我們 所以我們坐教們 很多時候是用感恩之心 去回饋我們廣台 好了 說了這麼久 我都想這句送給大家 出外錦囊 大家想不想要 反應很冷淡 其實出外錦囊 到現在 今天 我all the time 都帶著他 環遊世債 周遊列國 就是女祖先師 大家有沒有拿著 有 在電話 錢包 都帶著 這個真的很好 帶著他周遊列國 去到哪裡都帶著他 通常好的 好了 很多時候大家有句話 讓他退了才去旅行 還有沒有這樣的精力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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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在當下 趁現在 爸爸媽媽可以走 爸爸帶他們走 因為他根本沒有時間 去欣賞周邊的環境 或者體力是做不到 甚至可能自己也是 是不是 好了 趁這段時間 師父很多時候 做一些很漂亮很漂亮的圖片 出來 大家有沒有留意 有時候我會突然看到 師父的一些圖片 我有一點點訊息 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在座大家 我們有緣 才是相聚 在香港七百多萬人 我們會來到這個廣台 是不是 無論是前世的因 或者後世的果 若無相見 何來相見 我想大家都可能有一點點的共鳴 一生人會經過很多不同的事情 也有些是難忘 或者是開心不開心的 無論是怎樣 都是屬於你的人生 希望大家活在當下 有時候有很多時候 做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跟自己說 不求盡於人生 但求無愧於心 那就可以了 說了這麼久 我們就看見YouTube的你們 師父會放到YouTube 或者你們將來會看到YouTube 上去我們的Facebook Subscribe Like Share 還不做了 那太累了 明天我今晚回去看看 Subscribe 我們說 是鬼呀 有沒有好像火箭式那樣 Subscribe 我都有你們的名字 所以你們不要指下巴 好嗎 好嗎 其實我們這裡有六十多人 其實是很簡單 是不是 來了這麼久 我們上講堂 我們都是免費的 所以我也在這裡 想免費送一些東西給大家 除了剛才的錦囊之外 我也是想送一些免費的 是真的免費過嗎 沒有說謊的 因為我看到一些眼神 有一點點疑惑 大家有這個手機的 是吧 記得在這個Pay Store裡面 下載這個GoGoPay圖書 至於為什麼 書 是的 其實我們的恩恩師姐很好 把我們說要講堂的書 是下載者做電子書 變成大家去看的時候 也很過敏 西加哥 你們有親戚朋友 可以分享給他們 不需要給一本特體的書 再加上現在是便宜寫來 大家記得 做得到嗎 做得到 好了 記不記得 林師兄 整個星期 分享了兩本書給大家 有些同學會說 在哪裡可以拿到 就在這裡 全部都是免費的 也是師父的心血 所以大家 記住 到兩邊說 好嗎 對 非常好 講過就是了 OK 當然好了 謝謝大家 今後我也很想借助師傅 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圖片 就是原道風水 會讓你的人生充滿驚喜 大家同意嗎 謝謝 謝謝 謝謝